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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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供3千米 3千米我會想起什麼呢 提供3千米 3千米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 因為由一個人開始跑3千米 我才開始跑3千米 我會想起這位同事 我會想起梁北昌老師 如果提供3千米 我想我第一個會記得的就是梁北昌老師 梁北昌老師 我叫他做爸爸 他是一個很有愛心 但不懂得教書的一生 兩歲的人是很風趣 而且他是很容易滿足的一個人 他很親切 他很無聊 他經常搞爛gag 經常說很多無聊的事情 但是他是很關心人的一個老師 梁老師他不會教你這麼多書 他反而喜歡在堂上跟你說笑 喜歡跟你玩 用一個有趣的方法 把一些反而是人生的知識帶給同學 而不是把書本上的知識帶給同學 有些場合裏面如果有梁老師在 然後就會有笑聲 他會帶來給大家一種歡樂的氣氛 他個人沒有興趣 他平時在這裡的時候 他最喜歡吃花生 還有吃公仔麵 吃出前一丁的麻油味 黑蒜油味 其實說起梁老師都離不開三千米 三千米基本上就是 可以說每一次梁老師都會 跟三千米是同一時間出現的 每一次三千米 都會見到梁老師在跑道上面跑 其實梁老師跟三千米的關係 可以說有三千米就有他 有他就有三千米 其實那個程度已經是去到 我覺得是一場物來的 每一次一開始三千米 已經知道他一定會參加 想都不用想了 他一定會出現在跑道上面 如果你在陸運會那個場刊 三千米這一縫 見不到梁老師這五個字 我想你會很驚訝 因為當他還在學校的時候 當他還陪著我們的時候 每逢陸運會 至少我參加了這麼多年 每一年都一定會見到他這個大名 在這個場刊裡面 見不到都真的有一點心寒 有一點怕 不知道他會有什麼事 所以他跟三千米 可以說結下了一個筆寒之緣 因為每一次有三千米 他一定會在 我很記得很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跑 他都是不會計自己圈數的 可能講一講三千米 但他可能跑了幾個三千米 突然那些學生可能 跑一次 跑一轉就疲累 又回到看台 我覺得他的堅持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那講一講兩場和三千米的關係 其實我認識他不是真的很久 我相信這間學校很多同學 我跟他認識更久 我就知道他一直都知道他會跑三千乘三 我也親身經歷過 只是經歷見過兩次 其實對於他來說 真的差不多 因為他告訴我 每天回家都會跑一個小時 他跑一個小時 和跑三千米乘三 其實時間上也差不多 我還很記得他會跑到 當別人都已經散場去吃午餐 他還自己一個人在跑 就會被人趕走 在跑道上面 我記得我跟他做同事的時候 放了學 大家都在改補 改到差不多四點半到五點的時候 他就換衣服 換上短褲 有時是T-shirt 有時是一件球衣 自己一個人在操場上 不斷地繞圈地跑步 他不是跑一段短的時間 是相當長的 有時有四五個小時 甚至乎超過半小時都有 我覺得 初初的時候很奇怪 你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跑這麼多 和不會停的嗎 因為梁Sir他風雨不改 無論是好天、下雨 他都照去跑 他說一天不跑 就覺得不舒服 甚至乎放假的時候 他都告訴我 他在家的樓下 他都是繼續這樣跑步 所以 跑步為梁Sir 也有一種滿足的感覺 他在運動場上 永遠都是爆味 不會拿冠冠 永遠都是包尾那個 但是 他包尾得來 是很令人去尊敬 而且 他的故事 是每個人都認得 因為 他包尾 是因為 他跑得不夠快 他老人家 跑得慢 不想跑那麼快 但是 他每一次都不會 拍人家笑 每一次都不會 你其他人的眼光 堅持完成三千米 無論他用的時間有多長 跑的速度有多慢 有多少人看著他 都會跑到這三千米 跑步 對他來說 是一種成就 我記得 有幾個場合裡面 他都很想用跑步 是代表他一個心意 其中一樣 就是說 在運動會裡面 每個人都有跑三千米 有些跑五千米 兩Sir自己的人 他都參加的 他跟同學跑 同學就跑完 他自己的睡就不再跑 但兩Sir是不斷不斷地 繼續 好像跟每一個人都 都並肩同跑 並肩同行 很特別的是 我覺得他跑步 那時候他還在的時候 他經常叫我和他一起跑步 那我很懶 我當然沒有去 但是他跟我說 他跑步不是一個很悶的過程 其實到現在我也覺得 跑步是一個很悶的過程 對於他來說 為什麼不是一個很悶的過程 就是因為 他每一天去跑這一個小時 他都會一邊幫 一邊跑 一邊幫他身邊的每一個人 都會祈禱 可能 在看這段影片 你會不會是 他曾經為你祈禱 就是 他一個小時裡面 他說他幫他身邊 所有認識的人都會祈禱 那他真的有一次 就是數出來 數到很長 很沉氣 很煩 其實他對我的影響 其實都是離不開 都是離不開堅持 他每一次在運動場裡面 都看到他會堅持 到底完成他的目標 就是他有多少組 三千 他又會跑那麼多組 不會停 在他身上 我看到這種堅持 影響到我 無論做任何事 都會 即使自己想放棄的時間 我也都會想起 梁Sir 在我們 在錄音會上面 他堅持到底 去完成自己目標的 新的影子 可以說影子 會 令到我 會 不會半途而快 努力去完成到 那件事完結為止 所以 這一份堅持 是很影響到我 我很喜歡梁Sir 那份 對每一個人 他有一種 知恩和感恩的感覺 在他口裡 他經常都會 不斷地 即是說 怎樣去欣賞 他目前擁有的東西 他很珍惜 他當下的事情 那麼 他亦都回想 他小孩的時候 他的媽媽 怎樣對他 還有 他說 在小時候 已經接觸了慈友會的神父 這些神像 曾經幫助我 所以 他說 我 一生之中 我一定要回報 這個慈友會 我覺得他最重要 最大一件事 教導我就是 人生一定要快樂 不論任何時候 面對任何疫境 有什麼事發生了 他會教我們 記住笑 他會說很多笑話 哄我們笑 有時候我的不開心 有些不義 不如意 我都會 向他祈禱 去 問他拿意見 有時候 我反而會 在路口裡 聽到一句說話 就是 記住要笑一下仔 這個是 我最記得 和他最搞得我心 就是 記住 有任何不如意 不開心 要笑著面對 如果讓我跟他說話 我會跟他說什麼 我會跟他說什麼 槍槍 我剛剛跑步 拿第十名 梁Sir 很感謝你 一直以來教我 雖然你沒有很直接地跟我說 但是 其實你所做的事情 無論一些大事上面 或者很細微的事情 你都影響了我 你教識了我 做人要堅持下去 還有 做事最重要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多謝 梁Sir 我很想念你 如果你真的要我說這句說話 我會說這句 因為我還記得 你走的時候 我還在澳洲 來不到來見你 真的可以錄一段錄音 去跟你說話 直到現在 我還沒有機會 去你墳前 見你一面 我很想念你 梁Sir 有空來見我 在我睡覺的時候 怕醒我 叫我不要睡覺 叫我記住 笑著面對人生 梁Sir 很想念你 我很喜歡跟梁Sir說笑 因為梁Sir是說笑的 我們經常都會說 飆槍飆槍 飆槍 飆槍 飆槍永遠騎著阿槍 他就會 開玩笑地說 你儘管笑我吧 我儘管讓你踩吧 我喜歡讓人踩 對 真的 我看得到梁Sir 在這裏 他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 很和平的一個人 他真的不喜歡幫人 鬥爭 所以能夠認識到梁Sir 你做我的朋友 我覺得 在我的人生裏面 真是一個福氣 一個福分 雖然梁Sir 你離開了我們 你 比我們早 去到天主的地方 去到父家那裡 不過 我都相信 你一直都會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我們也祝福你 在天國裏面 能夠開開心心 不過我們都相信 在天國裏面 一定是很開心的 我們都相信 我們都相信 我也是要不死 我都相信 你會想不想 是 你祝福我們 你祝福我們 天地 你 你 感谢观看